明星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大家关注 像黄小明和安家贝比的婚姻状况 就一直受到网友们的讨论 有媒体爆料称 贝比的弟弟正在情恋唱跳 准备通过选秀出道 贝比的弟弟叫杨帆 出生于1996年 比他小了整整七岁 从网友晒出的合照来看 杨帆和贝比长得很像 特别是上半张脸 大眼睛高鼻梁 和姐姐仿佛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熟悉贝比的网友应该都知道 他有四分之一的德国血统 弟弟杨帆也是如此 忠得混血的他 五官甚得很好 相比于姐姐的精致 更是多了一分硬朗 此前杨帆参演过 《都要微笑好吗?》MV的剧场版 杨帆还在其中担任男主角 和姐姐上演了一场姐弟恋 虽然杨帆和姐姐的洋影样貌相似 但俩人的性格却天差地别 贝比身性活泼好动 这样的性格让他在娱乐圈一直都很混得开 他也早早地就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 之前在一次跨年演唱会上 黄小明就曾经透露过贝比工作很辛苦 还要养弟弟杨帆 相比于姐姐 杨帆的性格比较内向 之前那次参加《都要微笑好吗?》MV的录制 还是姐姐用游戏机作为奖励 杨帆这才答应的 或许是因为弟弟内向的性格 贝比也深知身处娱乐圈的艰难 他曾经在社交平台上发过一条动态 他说过 不想做目前的工作 谢谢大家关心 没想到一晃三年过去了 却传出杨帆即将出道的消息 这也让不少人感到疑惑 其实对比一下贝比2018年和现在的处境 我们就可以理解了 2018年的时候 贝比还是手握多部影视剧的资源咖 孤芳不自赏 欲望之城 创业时代 我的真朋友 即使是演技备受吐槽 他也从来不缺戏牌 而到了2021年 贝比的影视资源肉眼可见的下降了 娱乐圈的肉就那么多 85后小花要真 90后和00后新生代小花在一旁 也是虎视眈眈想要分一杯羹 再加上和黄小明的婚变传闻 导致路人员下降 贝比可谓是父辈受敌 在这种情况下 培养自己的弟弟进圈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之一 毕竟圈内就有一个成功的例子摆在那 范晨晨参加偶像练习生时 凭借姐姐范冰冰的名气热度一直很高 最后也成功出道 虽然后来范冰冰出事了 但范晨晨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依旧活跃在大众视野 那么对这个时候的贝比来说 培养弟弟出道的好处就显而易见了 其一 贝比可以用现在自己手上的资源奶弟弟 贝比虽然手上现在的资源没有过去那么多了 但哪一个新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其二 贝比手里的资源有些并不适合自己 如果弟弟真的出道了 他完全可以将这部分资源给到弟弟手里 第三 等到杨帆后期像范晨晨那样热度粉丝都上去了 姐弟俩在圈里还可以互帮互助 所以不管从哪方面来看 这都是一笔稳穿不赔的买卖 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杨帆最后没有大火 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杨帆的性格内向 如果真的进了娱乐圈 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 他也必须要尝试和这些人交流相处 这对他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 虽然之前杨帆表示过不想做目前工作 但或许现在他已经改变了想法 而且他在娱乐圈里有一个明星姐姐 杨帆出道后 不管是影视资源还是时尚资源 肯定要比其他新人好拿到一些 你期待在下一次选秀节目中看到杨帆的身影吗 关注老姨父 带你看娱乐圈明星亲戚的那些事